先问一下黄璇 你跟你老公认识的过程很特别 对 他是新加坡人 然后当初他蛮常需要来台湾出差的 所以他想要在台湾租一个房子 那时候我正好要把房子出租 是因为这样子在591上面认识的 591都可以认识人 所以你有放你自己的照片在上面吗 没有 这是算房子的照片 对啊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 但是因为他人不在台湾 我其实房子还蛮热门 我一天就有三组客人来看 他说可不可以帮他多保留几天 等到他出差来台湾的时候 看了房子再做决定 我说也OK啊 你自己亲自带看 对 他的决定要在台湾住下来 比较只是租房子 没有 但是他后来看了第一点 他发现以一个外国人来讲 在内湖对他来讲 出入并不是这么的方便 所以他就没有租房子 可是因为我帮他保留了多几天 他说那是不是能够 他来台湾的时候请我吃个饭 然后我们就当作谢谢我 然后我们就聊得也蛮愉快的 所以认识了 就这样子 就这样开始认识 然后也是传讯息传着传着 你就开始慢慢习惯 有这个人跟你一起聊天 那也算是可能一见钟情 二见钟情 那时候都还没有见到面 我们其实真的从船赖到他来 中间大概隔了两个礼拜 可是其实你会觉得 这个人的确还蛮聊得来 很多想法是很接近的 OK 原来租房子还有好处多多 但是你们两个人 就是他后来是在新加坡工作 对不对 所以交往时间就是分开的 是 大部分时间是分开 听说他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 这一点他伪装得很好 一开始都非常的约翰 就是好啊 你有空再传给我 就是传个讯息 就说你有空的时候再回复我 可是我后来慢慢发现 他很喜欢 可能因为一开始是认识透过LINE 我想说好 那你很爱传讯息 很爱聊天这些应该都算正常 但是后来就开始慢慢发现有点压力了 就他会问你说 大概几点拍完戏几点收工 假设我告诉他六点 他可能五点五时就会开始传讯息来 就说 哎 收工了吗 到家了吗 吃饭了吗 可是因为拍戏有时候很多状况是不一定的 对 然后一delay可能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那一delay到后面的时候 后面时间也很赶 所以我可能手机抓了 我就赶快赶到下一个场景 或者是赶快拍下一场 所以我可能两三个小时没有回他 那他再来就写 好 晚安 都没有回 然后他就会晚安 然后我想好吧 晚安 那你睡了 我就不打扰你了 就可能过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他又再传一个说 起来工作一下 我看到他很想 那我也不要打扰你 你就好好专心工作 就又过了一个小时 他就说 你为什么都不回我 我想 哈 你不是晚安 你不是睡了吗 然后你不是专心工作吗 为什么 你都这样子写了 他从五点之后就没再吃饭 就在观察你了 我后来才知道他真的 他是用试探性的方法来希望引起我的注意 然后就让我觉得压力很大 然后这个状况就一直持续到现在 到现在以上 一直到现在都这样子 结婚后还这样 结婚后还这样 他是一个很甜言蜜语 然后很甜蜜的人 所以他传来的讯息 其实大部分时候都还蛮快乐 就想你 爱你 开口闭口 就老婆 老婆 老婆 所以你说看到他的讯息 开不开心 开心 可是没有回复会反而会变成一种压力 就会觉得这个压力很大 那其实中间我都一直试图跟他讲说 我的工作性质是这样 不是我故意不回你 而是我不方便回你 那他就会疑惑说 为什么你连五分钟的时间都没有 可是我会觉得 尤其在演戏的时候 会希望说我们的 我们的心理状态 是在那个角色上面 不要又跳出来我自己黄轩的身份 然后再跳回去角色 其实我觉得工作上是蛮困扰的 所以一直到现在 他好像都还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工作 必须要很久之后才能够回复他讯息 那我觉得你对他也很有耐心 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 这个简讯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 真的是索命电话还call 然后连那个剧组的人都知道 他有这个习惯 那我一进棚 如果像一进棚录影 然后手机在上面一直亮 一直亮一直亮 然后他们就会 黄轩老公打来 但他们也知道我不喜欢被打扰 说没关系 那就等这场拍完 那如果你没回 他会开始打电话一直call吗 他是不至于会打电话 可是他就开始发脾气 然后为了这他可以冷战两三天 然后就可以开始就不回去 可是你在工作 我在工作 对 那跟他解释他不会立刻就好了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无理取闹 你们两个角色有点异味 通常是女生在查清 通常是女生会这样黏梯梯 然后还没有安全感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会觉得 两个人如果在一起 就算你每天每分每秒在一起 如果彼此不能信任 那这段感情其实 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所以你们很特别 你们是远距的 所以信任又格外地重要 他又感觉比较容易会有担心 对 后来听说他也影响你 变得你也会开始疑心病了 就是我会觉得 你查我查得这么近 是不是因为你自己背叛我在线 是不是因为你心虚 是不是你做贼的喊抓贼 就是演员的小剧场是不是有点多 会把他绕了一圈 想说他想说他三通都没回 他一定在忙 我现在就可以自由了 是 确认他的彼此 对啊 好了 我开始有可能啊 弄了我疑心病也很重 就疑神疑鬼的 然后甚至到后来 甚至后来 我就说好为了证明我们彼此的清白 我把GPS的定位打开 你也把GPS的定位打开 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对方 你在哪里 我跟你讲我朋友又用过这一招 他就不带手机出门 有没有哪一次是突然你觉得很不对的 他被你抓到的有吗 有 这个我印象还蛮深刻 因为那一次是 我就拍完戏 然后已经是三更半夜 大概两点多三点 然后打开手机我就想 我传讯给他 他没有回也没有读嘛 我想那可能睡了 但我就开一下GPS定位看 他在新加坡的牙龙区 牙龙区是 红灯区啦 台北的万华华西街的意思啦 谁会到那边开GPS啊 还不是临森北路 还是万华的华西街 我只是讲了 就是临森北路那种 比较 他比较 对 我怎么会知道这个问题 好熟 没有 曹喜太太带我去的 我就发现他在牙龙区 然后我就开始活了 我说你为什么会在牙龙区 就传讯息 然后他都没有回 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 打电话他也没有接 然后后来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他终于回我了 我半夜一直睡 我那时候就睡不着 我气到睡不着 他终于回我了 然后他就睡也心疼 说我问你在干嘛 你为什么打那么多电话给我 我说我打那么多电话给你 因为你想想看你现在人在哪里 你为什么在牙龙区 他说我没有在牙龙区 我在家里睡觉 他就开视讯给我看 我说那是现在 那刚才呢 你为什么会在牙龙区 也差不多到家了 也差不多该看完事情回家了 对 就他就说他就是在 他有坐捷运经过牙龙区 但他没有停在那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GPS定位会会在那 我说我不相信 我就是不相信 知道不准嘛 你可以推出什么通讯不良啊 对他就说那边是地下到这边 我在你知道 你知道你就是整个人 开始歇斯底的时候 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 然后最后搞到天 我们就这样吵吵吵吵吵 到天亮 到天亮五点捷运一开 他就跑到捷运站去 列印他的初战明信 就他在哪一站几点进站 在哪一站几点初战 他把这个明信列印下来 拍给我看 我才觉得松了一口气 好吧你没有骗过 他好有经验 知道要去地下 我们都不知道可以接近 他可以 这种事情 问一下我们这个智商的时候 你去用这种GPS定位 对两个人的交往有帮助吗 其实我不会说他完全不能用 反而要去看说 大家在用GPS的时候 你的心态跟出发点是什么 刚听起来黄轩他们 两夫妻的出发点 就已经是不信任对方 所以你们在用的时候 就有一种 我相信有一天 你一定会被我抓到 你是出轨的 或是你是要抛弃我的 所以你就反而会去做很多的行动 去证明他在那个红灯区 其实这在心理学有一个名词 叫做自我验证预言 就是我们会去做一些行动 明明去实现一些 我们不想要的现象 可是为了 只为了证明我是对的 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心理状态 OK 如果你是为了确保对方的安全 对 GPS可能就OK 是的 这是心态问题 但是他们两个人 这么纠结之后 不到一年 你老公就做了一个 让你觉得蛮感动的重大决定 因为其实分隔两地 可能他会觉得没安全感 然后会被他弄到 跟他一样的心理状态 我也会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那时候想说好吧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他就来台湾工作好了 是不是两个人就可以 常常相处在一起 那我会觉得一个人 一个男人愿意放下 自己打拼了这么多年的事业 然后来到一个异地 重新开始生活 我还蛮感动的 然后他那时候 其实从我们认识到结婚前 他说他有一次在看护照 他说上面有70个 露出镜的盖章 他常常飞来看你 对 就是不到两年时间 已经飞了70次 其实 那想想这些时间 这些心力 如果不是真的爱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 所以他那时候就 一人决然放下一切 然后愿意到台湾来 跟我一起生活 其实这点我还蛮感动 因为如果你说 问我做同样的决定 我放不下 就是因为我放不下我的工作 所以我没有办法嫁给他 到新加坡去过生活 所以这点我其实到现在 我一直都还蛮感谢他 愿意做这样的行事 我觉得你们两个 双方的爱是很够的 因为那个过程里头 互相这样子 猜疑的过程 其实是很辛苦的 但你们两个双方都愿意 很累 你中间没有想到我放弃吗 其实有 就常常这样 我都会跟我讲 你这么不信任我 为什么还要在一起